本宫就拿昌平君做例子 为大人分析一下 昌平君常年居于左相 自然是很多人妒忌 想要谋取他的相位 可是每当有人弹劾他时 他总是不怒 不缓 也不急着向大王解释 甚至招罪自认 请求罢官 但他越是这样 大王就越要留他 觉得他才是一个忠贞不二之人 这越是多人讨厌他 就越说明他没有结党营死 而昌平君在相位多年 怎么可能真的没有培养自己的势力呢 只是他心里太清楚了 大王生性多疑 他便要保持自己的假中立 他知道大王不喜欢祖太后 便故意和同为楚人的华阳祖太后 保持距离 李斯和昌平君比起来 确实太过心急了 没错 廷尔大人 只有当你真正地了解了秦王正 你才有机会赢 宽太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子殿下请起 秦少侠 本宫尚未好好道谢 素吻我大燕将军秦开之孙 豪壮好武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哪 太子殿下客气了 秦某年轻时热血莽撞 犯下了不少事 只怕太子殿下听闻的 不全都是好的传闻吧 秦少侠客气了 秦少侠 赞, 秦少侠 太子殿下 秦少侠 次赞 秦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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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秦王突然下令将凡氏一族 全部处死了 你说什么 秦庆 此事可有依据 就在赌场 我听从咸阳来的几个商务说的 估计才刚下令 我们当时急着老太子殿下 所以我就没提 凡将军 将军请节哀 你先冷静下来 凭证这个狗养的暴君 我一定要杀了你 凡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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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件事 凡将军迟早会知道 我倒是怀疑 咸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太子殿下 韩申还有任务在身吗 先告辞 你是说寻找长安军一事 本宫其实知道 长安军眼下人在何处 什么 请韩少侠告诉本宫 为何丽夫人要找长安军 丽夫人曾在洛阳和长安军 有过一面之缘 知道大王流放长安军后 十分后悔 如今已适隔多年 把持朝政的文姓侯已经过去 所以 丽夫人让我带着亲笔心 忘能劝长安军返秦 要是长安军无意回秦呢 丽夫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 我此次来招 大王并不知情 若是长安军有意返秦 便是兄弟同心 此事圆满 但若是他无意 大王也并不知道此事的始末 就当丽夫人多此一举 以后也不会再提 丽夫人真是为嬴政 考虑周全哪 是啊 既然如此 那我燕丹 便当是还丽夫人一次人情了 可爱 你也必须是为了 你也没有了 但愿者感觉 你也要不信心 你也有什么啊 其实我信心 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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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要不信心 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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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丽夫人要找长安君 丽夫人知道大王有放长安君后 十分后悔 所以丽夫人让我带着亲笔信 忘能劝长安君反情 若是长安君有意反情 见识兄弟同心 此事圆满 丽夫人真是为赢政考虑周全 是 芦仁真从小 身边就没有一个可以真心待她 她也没有可以自己的亲信人 你告诉我 她是怎么对你的 她没有带父侯 我为芸仁生了一个孩子 我要回谢芸 你情话还不停 越连越慌乱 回不去的总是你愁扰之间 爱恨本转心不堪 你请问她还好吗 前程间的远 换作今生的陪伴 拥有时光 难年无法难舍 难忘 此情未央 小二 来壶酒 小二 高大哥 碧莲 山也毒热 青轲 我以为你剑法大成之后 就应该心无旁骛了 我整日心无旁骛 来了 高大哥 今晚 就让我心有旁骛吧 好 人生在世 谁没有苦处 只是你一个人在此独卓 未免太寂寞了些 来 高大哥陪你 咱们一起心有旁骛 开心 夫人 清儿自幼卖身为奴 颠沛琉璃被卖到秦国 能侍奉上夫人 是清儿的福分 清儿有罪 没能好好照顾夫人您 让您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和痛苦 清儿也侍奉过多位主子 可是像夫人您这样 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和痛苦 仍然不皱眉 让清儿好生佩服 其实我没有那么清高 只是当初救出太子丹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好 会有这样的结局 夫人 清儿能否问您一个问题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夫人 您为何要铤而走险 去救太子殿下 大概我从小 爷爷就一直教导我 要这样行下仗义的做人 可是夫人您成了这样 清儿实在是不忍心 看夫人受那么多的委屈和痛苦 清儿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从前呢 有一个刚学会武术的少侠 还有一个刚学会史工的少女 有一天晚上 他们俩听说 如果爬到家里附近最高的那座山顶 就可以看到那个最大 最圆 最美的月亮 可是在路途当中 他们遇到了一个正在被追杀的少年 虽然素昧平生 但是他们决定是一元首 他们三个人成功脱困之后 爬到了那座山顶 看到了最大 最远 最美的月亮 于是他们三个人 就一起向月亮许愿 今日有缘 我三人共聚兰月下 希望我们各自平安健康 情意长存 愿天下太平再无战乱 由我早日段悟武学 精进建树 能像师父那样行侠仗义 为民除害 我希望我能成为让他人惧怕的人 如此 我便可保护任何我想保护的人 但愿 他们永远不要忘记那碗 永远都有情有义 彼此扶持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他们三个人各自奔波 也不知道 时至今日 是否大家心中还记得那个夜晚 其实这些对于少侠和少女 不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侠义 侠义 我出于侠义 觉得太子丹应该回到他的母国 我出于侠义 认为太子丹他是我的朋友 不应该让他那么痛苦 如果 清儿觉得我这样做是傻的 我也没什么后悔的 清儿不觉得夫人傻 夫人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只是 清儿心疼您这一身伤 我这伤只是皮肉之伤 那比得上大王心上的伤 大王 大王他那么相信我 而我却这样伤他 夫人别担心 我想大王 他一定能理解您的 他人们就会有什么事 他人们就要看你的 他人们就有什么事 他人会帮助他 他人们就帮助他 他人们就会有什么事 他人们就有什么事 我看见他 他人都不应该 展儿 你长得这么好看 可千万不要像你那王掌兄啊 他脾气好坏的 母后好怕他 好怕呀 大王 是正儿吗 是我 正儿 你来看母后了 这么大的咸阳宫 就只有丽儿会来看我 丽儿 丽儿对本宫最好了 常常带红枣给我吃 还会唱歌给我听 丽儿呢 丽儿犯错了 被寡人 关在了永香 他做错什么事恼了大王 他欺骗寡人 寡人平盛 最痛恨欺骗我的人 大王 说谎话骗你的人 都是爱你的人呢 我真的很不明白 若是爱一个人 为何要去骗他 丽儿 丽儿是个好孩子 你想想 他骗你 他自己是不是比你还苦啊 我这伤 我这伤 只是皮肉之伤 哪比得上大王心上的伤 大王他那么相信我 而我却这样伤的 他是不想让你担忧 才不得不骗你 母后也是 母后也是 若不爱你 又何需要骗你呢 你知道真相又如何 不知道真相又如何 日子我也得这样过下去吗 大王 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你看得这么清楚 你开心吗 你开心啊 你也不开心 母后知道你不开心 妈妈不哭啊 不哭 我对你的感情是这样 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 够了 我不会再相信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给我滚 滚 滚 对不起 你给我滚 滚 对不起 对不起 张文青 对不起 真的是因为来了爱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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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大哥 小心 小心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 我扶你亲戊 慢点 慢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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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金大哥 快喝点水 快喝点水 你现在不是在喂过我吗 你怎么会在这儿 因为兰儿担心你啊 我睡到了 肯定是因为我喝醉了 睡着了 梦到兰儿了 是吧 梦到兰儿了 梦到兰儿了 是吧 梦到兰儿了 金 金大哥 金大哥 也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 可以 好好地 回报兰儿的好了 可是金大哥 大哥心里 心里列着呢 列着呢 我还是他 我是 我是问题没有呢 我就是个傻子 金大哥 我就是个傻子 金大哥 我就是个傻子 哪有什么用啊 我就是傻子 你才不是傻子 是个傻子 推草杀的人 是我 我 你 我 我是海渡儿 祖太后身子不好 若儿还拿一些宫内琐事来烦扰您 若儿心里实在是不忍 这次要不是那个丽姬 实在是行径过于嚣张 大王直接把她打入了永相 若儿也不会来找您 这也不能怪你 自从这个丽姬进宫 前前后后这宫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 好在现在大王对她也心寒 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好好地利用 不过说来说去 还是若儿不好 入了宫以后 不管是后卫还是子嗣 都让祖太后失望我 若儿你还有机会 后宫就是我们女人的战场 谁打到最后 谁是赢家 到最后才知道 你放心这些事情就交给本宫吧 我对那个立即隐忍已久 这回我不会再放过他 我并没有认识 我知道 counselor 看看 狼儿 狼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金大哥 你醒了 对不住 实在是对不住 你不用跟我道歉 我们只是同寝 可 可你是个清白的姑娘 我 对不起 总有实在喝太多了 我怎么干了这么荒唐的事呢 你不用再说了 金大哥 你要是不喜欢兰儿 那兰儿走就是了 兰儿 我不是这意思啊 兰儿 我真不是这意思啊 你看 就是 我们说那些 标准你 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啊 我找我 然后你讲 你会想 我来 靖贤弟 我们都是江湖中人 那些世俗礼法 不必在意 你跟葛兰姑娘 高大哥 我跟老二姑娘 清心白白 不是你想的那样 罢了罢了 既然你这样 再说下去 我倒要尴尬了 贤弟 我有件事想跟你聊聊 我在那边等你 大王 臣以为丽夫人欺君瞒上 通敌谋反 这回与逆贼串谋 暗送燕太子丹出秦 难保下回 不与燕国合谋 攻打我大秦 还望大王将丽夫人 以谋反罪论处 施以唤醒 启奏大王 臣尚存异议 责罚不宜过重 将使我大秦律法 无立足之处 何以为天下霸主 还望大王三思 大王 这丽夫人乃是内功非贫 后宫之事 我看无需提到朝堂上来 让诸臣议论 然此回丽夫人勾结逆党 确属叛秦大罪 如此奸命之人 却日日办军策 实在是令哀家担忧啊 大王 臣以为祖太后所言甚是 为了大王的圣体精安 必须清除后宫 一切有危害之人 大王 你的看法呢 此事 寡人暂时不想做决定 廷尉 臣在 你之前不是说 丽夫人有心叛秦 那寡人倒是问问你 寡人现在该如何处置她 后宫之事 臣难以论处 之前言之凿凿 怎么 在永相虐打丽夫人 岂出够了 突然说不出话了 父王 父王 天明 父王 天明 你怎么来了 好些日子没见到父王和母妃了 父王什么时候再带我去打练呀 等你书都背好了 父王随时带你去打练 我们去找个安静的地方 你给父王背两句好不好 好 父王可不能食言哦 走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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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啊 挺好的 两位客官 来来来 里面请 里面请 好 慢点啊 台阶 还不错 竟堅 怎么样 就啊 对 不要 你 十分地欣赏 那好 以我们的交情 我便跟你直说罢了 我不希望你继续跟着太子的 不理解是吧 燕丹的为人 确实客气多里 然其实 此人重复极深 从他在秦王宫里存活这么多年 就能看出他的心机 非一般人之总能想象 我总觉得 他如此后代理于你 其实是想利用你 高大哥 你平时总是荡然处世 心胸宽广 不知为何会对太子殿下 如此有成绩 这实在不像你的风格 总之 你不要再跟他一起行动了 听我的话 不要跟他一起回燕国 高大哥 恕我无法从命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田光先生 就得平安地把太子殿下 送回祭城才行 田光先生 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只能说走就走 高大哥 无论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期他们欲不顾 那高大哥只能给你提个刑 那高大哥只能给你提个刑 赐去燕国 不管遇上什么事 永远都要记着 你师父对你的期望 五父 天下人 欲智其国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天明背得真好 大王 天明公子聪明好学 实乃我大秦之福啊 参加大王 天明 让赵高陪你去玩好不好 去吧 来 天明公子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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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交代给臣办的事情 臣已经办妥了 在远离咸阳的一处郊野 臣准备好了一间房屋 还有足够的银两 只要大王下令 毕夫人可以随时离宫 华阳祖太后跟重臣 还在殿上的房屋 等着大王呢 任他们去 祖太后本来就看 丽夫人不顺眼 此事 正好给了她一个机会 大王当真 想要丽夫人离宫 若她不愿意留在寡人身边 寡人再这么束缚她 这会有更多的人伤害她 小王 老板 老板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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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挺好的 老板 今天呢 看看 欢迎再来 有人在吗 请问你找谁 请问 这是长安君家吗 娘 他是谁呀 即便祖太后也在朝堂上 提议应该对立姬下重刑 大王却还一味袒护她 是啊 连祖太后都出面了 不过奴婢听闻 今日在朝堂之上 廷尉大人 对反对立夫人的态度 一声不吭 大王都指明问他了 他还说这是后宫之事 不便涉足 你得一干二净 树倒胡孙散 那个李斯 眼见本宫失了事 就马上转了方向 奴婢参见楚良人 你是哪个宫里的 找良人有何事 禀告良人 奴婢是替丽夫人传话 望您能去永巷 与他见一面 他现在人身子一半 都躺在棺材里了 叫本宫去做什么 好吧 尚仪 陪本宫去走一趟 儿子 啊 莉夫人 这次你特意传话给我们良人 但愿不是嫌上回咱们赏的巴掌不够 你 我自信请姐姐过来 自然不会让她白跑一趟 姐姐她忍呢 有话快说 本宫近日心情不是很好 怕看到你那张脸 想在上边 可几个字泄泄气 不知良人是否听说过一位公子和诸侯千金的故事 这位公子本是数字出身 他与一位诸侯千金相爱 他曾经允诺过这位诸侯千金 若他日他被立为太子 定会让这位千金成为他的太子妃 然后呢 这位公子后引起母后深得大王宠爱 大王 为了原先的太子 将公子立为太子 这位公子成为太子之后 谁知身边美女和其多 他早就忘了曾经对诸侯千金的承诺 立即你到底想说什么 姐姐先别急 我的故事就快说完了 这位被试完中期的诸侯千金 怀恨在心 与原先被废的太子暗中联手夺敌 她们首先做的第一步 就是嫁入这全天下最有权势的王室 难道她嫁入的 是大秦王宫 你说的是敏黛 敏黛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到底承不承认你的叛秦大罪 那我就真的行刑了 你要干什么 你再敢读她一个探帽 我立刻要了你的命 寡人早已猜想 你留在我大秦 终是为了你的私欲 只要我活着 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力 你方才说 你爹叫阿乔是吗 大王赢太子丹脱秦只是降罪利夫人 但是 是利夫人 让我去赵国寻找长安君的 尹正 你给我听好了 我要带她走 你不配做她的王 让她 让她 让她走 我已经没有资格把你留在身边 让你留在秦谷 只会让你受到更多伤害 父王 儿臣这次能平安脱秦 全靠这些壮士 舍命相助 来来来 诸位 那几位少侠 为了我的当儿 我们满淫慈悲 利儿永远不会是你的